马来西亚是一个民主国家 掌管这个国家的政府 都是透过每五年一次的大选 由人民一人一票投选出来 相信这也是大部分马来西亚人都知道的城市 但事实上 无论是从以前马来西亚到现在的马来西亚 我们都是由同一个政府执政 六位来自同一个政党的首相 掌控了这个国家61年的时间 在这个期间更出现了一位再未长达22年的首相 他们创下了至今或未来在马来西亚 乃至全世界大部分民主国家都很难复制的大选临失败纪录 但在2018年的这一天 一切都迎来了重大的转变 2018年的5月9号 是每一位马来西亚人都不会忘记的日子 还记得那一天 无论是连选票都没有摸过的手投资 还是投了一辈子票 已经对国阵继续执政习以为常的长辈们 大家都在投票的当下 对马来西亚抱着满怀的期望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 人民做到了 马来西亚终于迎来了首次的政党轮替 这一天象征的不仅是马来西亚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大选 让人民不再对国家感到失望 从那一天起 在一个全新的政府领导之下 马来西亚就如他们的名字一样 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人民看到了国家的无限潜力 而后的马来西亚 西蒙政府与人民在马来西亚度过了一段美好的100天 这段时期 人民给予政府无限的信任 政府也给予人民渴望已久的言论自由 也把一众贪腐高官控上了法庭 这段时间 人民透过西蒙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和举动 看见了这个国家无限的希望 但随后发生的事情 相信大家都知道 仅仅过了两年 连一半的任期都没有到 西蒙这个曾经起于人民无限希望的政府 正式宣告倒台 从那时候开始 人民迎来的 却是以慕尤丁为首的国盟政府 但无论如何 人民还是对这个政府保有一丝希望 因为除了它以外 我们别无选择 但从2018年到今天 相信所有马来西亚人民都会认为 无论是国阵 西蒙 或者是国盟 他们都只是换了名字的烂苹果 无论谁来当政府 他们都只是在玩一样的把戏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都不禁让人民 尤其是在2018年满怀热血和希望 投下省胜一票的人民认为 选举到底还有意义吗 但以上的种种因素 不应该是我们放弃投票的理由 而是我们选择投票的动力 人民投票才能够让政治人物明白到 他们现在所享有的各种权利 不仅不是长远的 而且还受到人民的监督 人民投票才能够让政治人物明白到 他们不是永远高高在上 只要表现不佳 随时都可能需要下台 人民投票 国家的民主制度才能够得以持续运作 权力制衡得以更好的实现 要知道今天我们的投票 可以是为了更好的人选 更好的政府 政治人物来来去去 可起可落 但好的系统将会长存 而正在观看视频的你 你手中的一票将是决定马来西亚未来民主制度 政治制度是否能够良好运转的关键 所以无论你现在对政府多么失望 希望你在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中 不要放弃这一个属于你的权利 只要我们坚持信念 2018年全民共庆的场景 也有可能再一次实现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